今天是个好天气 今天没有雨 但是天也不是特别晴 今天早晨赶快要舒舒适 要到火车站接我朋友去了 现在是九点半 我准备十点出发 去火车站接朋友 他那个火车到达时间是十点五十 我查了下这段路 大概我需要半个多小时 准备出发了 现在天气真好 阳光明媚 我刚才查了一下 如果走高速的话 还有一点点堵车 所以我不想走高速 这个时间可能多一点 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我到了这个火车站了 这个火车站我还从来没来过 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我提前了有二十分钟到达的 不知道车听到这个路边能不能行 我看他们前面也有几辆车在那路边呢 我先停到这 我没开进停车场 我觉得开进去挺麻烦的 过一回朋友如果出来的话 我直接开到门口 接上他就可以走了 我这是第一站 第一站 太好了 那个9点25发的车 你看现在才多少 我提前了二十分钟 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挺那个啥 这个站还挺大的 他从来没来过 我就不知道 完了我就 那个我女儿就告诉司机 送我上车 告诉司机说 我妈妈在什么什么转下车 请你告诉他一下 那个司机说 没关系 他的站是第一站 一想提站我就没关系了 提前五分钟开车了 提前了 所以验票嘛 验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那就可以开车了 提前五分钟就开车了 挺顺利的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回家 对好的 姐姐是个理财高手 别说别说 那个大业余 但是有点事干也挺好 还能赚点小钱 那个就是说的摸索了十几年 嗯 那个猫就是特别晒 哦 我本来还想问你 哎 你对猫过敏 我一想 你给朋友看我猫 肯定不过敏 我唯一的就是那个跳蚤 没有跳蚤了吧 没有没有 你在美国已经 你在美国已经 待了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年整 三十年整 今年应该说是 哦 超过三十年 对 超过三十年 就说特别年轻的时候 你就来了 也不年轻了 二十多 最起码 我来的时候三十多了 哦三十多了 嗯 你别看我那照片 我不是给你照片看了吗 对啊 你看着你 我那时候已经三十多了 哦 结婚的时候已经三十多了 嗯 嗯 那时候从北京来啊 因为我那时候 嗯 很多人都很难出国的哦 对 但是在我之前 已经听说很多出国了 所以自己就有这样的想法 也想往外奔 对 对 最主要是你待的环境在北京 有条件 是 早 知道的早 但是好多人啊 啊 早早的来了以后 没赶上那个改革开放 有些人就有点后悔了 没有在那个国内待着 嗯 你后悔了 没有 从来没有后悔 嗯 嗯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 嗯 嗯 到美国来 不是都适应每一个人 关键是 嗯 你属于 是不是适应 美国这边的生活 还是你 适应 中国那边的生活 一定要有个选择 就像说的 这边在 特别是男士 在这待了多少年 就想回去找一个人 其实找一个人呢 结婚 但是你要知道 你把那个人带来 他是不是适应 适应美国这个环境 而且是 不是说人人出来都好 有的人出来好 有的人出来不好 嗯 这个观念是个人 我感觉观念是个人 我走的那天 我压根就没有想回去 对 要坚定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追求 你要追求什么 追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说的 你追求的生活 呃 是不是 呃 在美国能够更好 以下生存 还是在中国更好 但是我知道 现在我没有 从来没有后悔过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 呃 叫什么 忽悠 我后来回中国以后 我发现我不适合中国了 为什么呢 对 人人都忽悠 你不忽悠 你说大实话 人家也不相信你 也觉得你在忽悠 嗯 我就觉得 哎呀 特别是那个 呃 在我们在三十年以前 可能关系户还不是那么重要 嗯 后来你回去 你觉得这关系怎么那么重要 你要是没有这个技能 你在中国未必生活的好 对 对 就是说的 跟你们那一代人不一样 你们那一代人就是做生意啊 什么的东西 我们是生意经 因为我们是那时候 已经是没办法 必须要适应那个节奏 哦 对 那时候你就变化了 哎 我们必须要踏那个步子 嗯 尽管知道呢 很多东西也不喜欢 但是你得 你必须得往前走 你不走 你就没有那个什么 机会去成功 嗯 环境造就人 因为你们那时候的环境是这样的 对 我走的时候 刚刚开始 也不知道 我是那个 那个天安门事件之后 的后 过一年以后 八九年天安门事件 我九零年才过来的 嗯 就是那时候 也可能是 你不属于那种人 也可能也有 已经做生意 挣很多钱了 你不属于那种人 你可能也不知道 你也不关心那些 对 对 我是 我九七年才开始做生意 哦 那时候 我走的时候 可能没怎么开始 但是有苗头了 已经有苗头了 那时候是寥寥无几的 有苗头了 我是九七年才开始 嗯 但是那时候 我觉得我生活的环境呢 最最向往的目标 是走出去 而不是做生意 不知道做生意 那时候还 你们像你们 这有高干的 这有高干的 对 嗯 有门路的 那就拴鬼是什么吧 好像也不关心那些 对 那时候就觉得 去追求一种好的生活 就是要走 走出去是最好的 我觉得 那时候是那种想法 但后来 很多人在中国发生的 也挺好的 所以看人 对 看你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 按理说 那时候 你出来的时候 你的那个工作呀 各方面 都是很好的呀 很多人都很向往的 我已经就是说 那时候被评委副教授 我记得是105块钱的工资 算是高的了 对 嗯 然后呢 你教过学生 你就是说 你编排一些东西 学生演出的时候 你就坐下看 哎 我记得一个星期上了六个小时的班 但是呢 虽然挺好的 也觉得呢 那不是我追求的目标 那时候开始走穴了 已经开始有走穴了 走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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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大钱 当老师的呢 挣不了什么大钱 觉得也走不了穴 但是后来 你们这些人 给人辅导一次 可能都几千块钱 那时候我已经走了 就是 你把挣大钱的机会错失了 你后悔吧 我不后悔 我那个什么 我小侄女就说 不过你要不走 我能挣大钱 不过我觉得 我也未必 因为我不会忽悠 对 就是说的 后来 确实觉得 后来我回国 跟他们谈话 我就谈不到一起了 我觉得 好像 人人都在忽悠 你不忽悠也忽悠 看我家小猫 现在黏着你 不黏着我啦 小家伙 嫉妒了 真忽悠了 真忽悠了